花蓮04-03强政后除了在短短两个小时内迅速成立收容中心 更NGO团队也在第一个时间进驻 提供灾民生活所需 而这一套的SOP也成了同样多为多镇国家的日本仿效学习的对象 花蓮04-03强政后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而其中政府的配套反应也引来各国媒体大幅报道 花蓮市公所除了在灾后两小时内就迅速成立收容中心 各NGO团队也都在第一时间进驻 提供灾民的生活所需 日本防灾专家西村文艳一行人 在16号特别来到花蓮 就是希望能将这一套灾后的SOP带回日本 我们当时是因为有遇到0206这个部分 所以在很多的在这一次有很多的部分我们都予以改进 那很多的部分都流程都用简化的方式 政府在灾后的快速反应成为了同样为多镇国家的日本效仿学习的对象 希望透过这次交流双方都能有所收获 彼此帮助减少更多伤害的造成 也能让受灾民众更加安心 记者 徐立晴 华联系报导